大家好,我是陳雲 上次我說香港大師李居明 成功預言特朗普在11月7日打官司 扭轉命運 今天再講下一則預言 這個預言就是未來人KFK的預言 不過落空了 這位自稱是KFK的未來人 在2019年在豆瓣上發文章 說自己是從2060年穿梭回來 他還預言很多是未來會發生的事 當中包括日本東京的奧運 沒辦法如期舉行 台灣總統蔡英文連任 2020年流行在家裡辦公 就是work from home 這些全部都中了 甚至他還預言 2020年特朗普會連任成功 不過現在拜登看來是領先點票 究竟這位未來人的預言會否落空呢? 目前未知選舉的最後結果 因為李居明大師說過了立東 11月7日後就進入害月 特朗普就會起運 而且過了庚子年 即是下一個農曆年 大概是2月左右 他的運氣就會回順 今天講一下特朗普的決策 即是打不打官司 特朗普的決策 就不是梅麗、史翠寶、Mary Striebs的 蘇菲的決策 即是蘇菲的決策 昨晚那部影片就說 特朗普當選之後 要面對美國和世界的經濟危機 包括經濟衰退帶來的滯漲 Staffliction 拜登領先之後 民主黨控制的南州 舉個例子就是紐約市 紐約州 馬上立法說要徵收抗疫附加費 餐廳的堂食就要加10%的價錢 外賣拿走就是照樣 但是你坐著吃就加你一成的價 這個是美國人自己的選擇 不是特朗普選擇的 但是這些作風會影響全世界 另外紐約的律師公會就決議 說全民強制注射疫苗 並不是違憲的 一旦政府換了紐約的人有福了 立刻有得打針 非快地進入New World Order 還有健康碼 打針有機會上天堂的 提早那種 我認為以我的法學常識 強制全民注射新冠病毒的疫苗 是違反人權的 因為人的身體是不可以被侵犯 除非得到同醫 第二,特別這隻新冠病毒 已經證明不是太厲害 普通流感而已 殺傷力都及不上瘟疫的級數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肺結核的傳染力 和致病率殺傷力 遠遠高於新冠病毒 但是為什麼我們上飛機 不去驗一下肺爐呢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傳聞是 強制要打這個新冠病毒的疫苗呢 但是在很多地方 譬如在美國 肺結核疫苗不一定要打的 是選擇性的 為什麼這個世事會去到這麼荒謬呢 這個特朗普呢 就是一個在四年內 展開一個精妙棋局的人 開局沒多久 三年多左右 被人請走了 又換一個棋手回來 這個棋手坐在椅子上 可不可以繼續捉棋呢 大家捉棋的 或者打個牌的 都應該知道了 不多可能吧 還有你看看跟特朗普做對手的 做對家的 舉個例子 如果打牌的話 跟特朗普打牌是什麼人呢 是中共 華爾街大鴻 跨國財團 俄羅斯 伊朗 北韓這些 惡勢力 大勢力 特朗普在挽回世界秩序 希望給美國低下層 一個翻身機會 有些工廠搬回去 現在他就沒有了 選舉落後 說要走人 跟著跟他一起 下棋的人 怎樣呢 那些華爾街大鱷 那些深層社會的人 中共 俄羅斯 伊朗 北韓那些 忽然間 拜登換了 忽然間不是說錯拜登 我以為拜登換了 有沒有那麼快 就快 我以為特朗普 如果他走了換上拜登 跟習近平 拜普京那些人打牌 你說打不打得到呢 你自己想吧 叫拜登自己想想 目前特朗普的執政團隊 就在沒有人駕駛的狀態 好像沒有事發生 特朗普就去了打高爾夫球 就故意給很多國家 或者給美國一個過渡時期的混沌時間 大家看看特朗普 absent的時候 不在座的時候 不是坐大廳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有得害怕 沒得震 不是,說錯了 是有得震沒得睡 香港就有版來看 今天有事發生 傳聞中共準備DQ四個泛民的立法會議員 就說他們在立法會拉票 左頭左勢,開不了會 妨礙政府施政 因為國安法裡面有一條 如果你妨礙政府施政 履行任務就是犯法的 中共就說 不要做了,你四個人 拜登做了總統之後 還沒做 領先總統選舉 中共第一個回應就說 DQ四個人 拜登領先之後 第一份共產黨的禮物就是 很可能立法會沒有泛民 因為泛民說 你DQ四個人 我們全部總辭 我希望做得到 如果真的做得到 立法會沒有泛民 我開始有點喜歡拜登做總統 他真的做到事 泛民我們投票也趕他不走 拜登一天領先 說要做總統 中共立刻說 請走泛民 至於推出拜登做候選人的 美國民主黨 有沒有進帳呢 看來就是陪了夫人 又接兵了 因為拜登目前只是憑幾個搖擺州 緊緊領先 參議院的席位 預期沒有什麼進帳 原先佔據多數席位的眾議院 也都在選舉裡面 吐回幾個中期選舉那裡贏的席位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輸席位呢? 因為拜登在選舉期間 提出一些比較激進的自由派主張 近乎有些社會主義性質 譬如說全民醫療保險 加稅 封城 疫苗 嚇驚了很多民主黨支持者 這些民主黨支持者 他是憎恨特朗普 但是呢 在這幾年來都受惠的 所以他不是真的討厭特朗普的右翼溫和路線 所以 點票過程雖然被質疑是有點舞弊 但是拜登在各個州的得票情況顯示 美國人是支持溫和的 略為右派的路線 即是我們稱之為American Spirit那種 並沒有蠢得他支持拜登那種激進的 帶一些小小社會主義成份的 Liberal Democrat那種 假如拜登真的排除萬難 順利當選 我看他都會被參眾兩院夾死 變成一個毫無作為的跛腳額政府 而在外邊 美國的對手也好 競爭者也好 比如中共、俄羅斯、伊朗、北韓這些國家 看到拜登上來 換了一個比較敦厚的阿伯上來 那當然會被射了他 在俗裔的投票上 這次特朗普很意外 得到很多黑人 以及拉丁美洲裔的選民支持 很多拉丁美洲裔佔一個相當比例的地方 特朗普也得到更多的票 他們放棄了支持民主黨 改投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有些實際 阻止非法移民進入 令低下層找工作 沒有那些頂難事的同鄉 即黑工之類過來欠飯吃 這樣人工就高了一些 雖然特朗普沒有說什麼普世價值 不過他是關懷窮人 他的政策令到很多黑人和Latinos 即拉丁美洲裔或者亞洲裔的人 受惠 他們的就業率是升了的 生活水準改善 目前特朗普打的官司 由前檢察官和前紐約市長 Giuliani領導 官司並不是主要要求重新點票 而是打了兩個很重要的技術細節 第一個就是 點票過程中 有共和黨的監票員 即是觀察員 被拒絕進入票站 第二就是在終止投票之後 某些票站依然接受選民投票 另外在截止接受郵寄投票的時間之後 譬如很多州都是在11月6日 依然接受送入票站的郵寄票 特朗普的要求就是 這些懷疑點票出錯的地方 這些選票應該作廢 這樣就可以輕易贏得選舉 不過選舉 訴諸司法訴訟有些風險 首先每個州有自主權去決定 臨時現場票站的投票時間 以及接收郵寄投票的時間 而每個州的議會 即是state legislature 是有決定選舉人票的最終權力 他們會在12月14日之前決定 雖然說禁止共和黨的監察員 進入票站 這一點比較難推翻 不過如果法官判這些政治案件 真的秉承自己法學判斷 以及考慮一些行政上的權宜 譬如說法官會同意 預防新冠病毒的疫病 是一個原因來的 一個合理原因 是可以拒絕一些 短時間內登記進入票站的 共和黨監察員 如果法官是這樣覺得是合理 都頗糟糕的 因為法官只要認為投票的點票程序 屬於比較輕微 而沒有影響整個選舉結果 或者點票的數目的決定性 就會判決選舉的票數是有效的 那麼特朗普就會被迫 忍恨下台 含淚、揮淚離開白宮 之後他才組織一些投票 給自己的七千萬選民 一起下台反對拜登 大家記得 在特朗普上台的時候 即是2016年 很多人覺得 特朗普沙塵霍霍的 不多順眼 就說特朗普是not my president 不過當特朗普當選之後 又增加國內就業 有改善經濟表現 在心裏罵就算了 現在拜登上台不同 因為點票出了很多問題 那些計票的軟件都說 有些票由特朗普去到拜登 加上他上台一定是遇上經濟衰退 以及國際盟友各顧各地 可能不會跟美國合作 撈自己利益就算了 會脫離美國的領導 到時會內外交困 願聲再度 多數評論人認為 特朗普今次落後 是輸了在防疫不力那裡 防疫政治好像是兩面刀 一把刀有兩邊風利的地方 美國在COVID-19期間堅持做大選 注定特朗普會被防疫政治突襲 今年3月左右 特朗普就藉助防疫 來促成經濟衰退 即我以前說的 Plant Recession 以便全世界一起分擔衰退痛苦 於是美國封城 英國、法國、德國又要跟 香港呢 港幣與美元掛勾 即是美元代幣 又要跟 台灣呢 受美國的軍事保護 要跟 日本也是受美國保護 又要跟 不情不願 犧牲奧運也要跟 不過呢 民主黨就藉助疫情 來推諒特朗普 說他抗疫不力 令到23萬美國人 患了COVID-19的流感死了 特朗普呢 他自己是為了美國人的福祉 你不可以真的封城 令到經濟衰退 不過因為這樣 民主黨就說 你弄死了23萬美國人 這樣 令到很多美國人 是對特朗普不滿的 那麼 借機會呢 就投票 不讓特朗普 就給了拜登 在這樣呢 你就看到 特朗普呢 因為他要謀劃一個 經濟復甦 以及整頓世界秩序 結果就是被 這個防疫政治 一個兜督將軍 打回自己 病毒呢 是醫學來的 防疫的政治 在今天 美國 新澤西 即是新澤西 一位評論人 他是律師 叫我 Matt Rooney 他在Twitter說 禁堅持防疫的民主黨信徒 居然在拜登領先的時候 上街親熱地慶祝 看來我們這個州 新澤西 應該可以解除防疫令吧 是的 到了明年1月 美國大選的兩黨鬥爭結束 疫病呢 大概都會成為過去 可以解封了 好像中國那樣 全命拼經濟 至於香港 我們這邊 由於我們的港幣 是跟美金掛勾的 所以美國關 我們又要關 不能偷偷走雞 香港政府 要看美國 臉色做人 那邊刪 我們也要刪 香港看法 也要封城到處 新的政府也好 特朗普連任也好 一月才算 農曆新年之前 希望可以解封 生生勝勝 唉 吐回一句韓國瑜說 可憐 我們香港 就不像美國的聯邦州那樣 有華盛頓發出的聯邦津貼 我們只剩下政府給一萬元 之後什麼都沒有 靠吃自己 大家看看農曆年前 我們的經濟會不會改善 還是出到街上看到 很多店鋪倒閉了 然後很多人 就很害怕 大家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什麼最新進展 可以寫在留言 大家一起聊聊